你不能直接在裡面叫啟動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個按鈕在這邊 叫啟動表單 OK 那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的話 當然呢 我們前面有講過了 一定要有一個sub 有一個sub 就會可以產生一個按鈕 所以我可以在哪邊呢 可以在VideoBasic裡面的模組 那模組要寫哪裡比較好 其實這三個都可以 我們就在其中一個好了 或者你如果要把它分開 你可以再插入一個模組好了 這個模組裡面你就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叫啟動表單 就這麼簡單 然後你就是把啟動表單打上去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跟按鈕上面名稱一樣 一樣是sub sub就對應一個按鈕 OK按確定 那如果你要把剛剛這個表單啟動的話 那因為它上面已經告訴你名稱叫home 所以你就打什麼呢 打home 點秀就可以了 home點秀 那如果home點嗨 就是home點嗨就關了嘛 home點秀跟嗨 所以開就是秀 關就是嗨 嗨的 這邊有一個h開頭的 m嗨的 OK 這是方法秀 好那我們把程式打完之後的話 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請注意一下 因為真的有同學 home點秀 結果他點下去發現沒有這個清單 可是他還是照打 那最後發現程式錯 為什麼 因為 這邊 因為有home 所以這邊才會有home 如果好像是有同學忘了改這個名稱吧 他好像還是叫userphone1吧 結果 但兩邊是homematch啊 所以一定也找不到 所以記得兩邊一定要是match的 那 比較容易 出錯的話 就是沒有清單 應該就是有問題 做好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多增加一個按鈕 我是用複字貼好了 也許我再貼一個按鈕 然後把這按鈕放在它下面一模一樣 但是把它改 按右鍵 指定聚期 那個叫啟動表單 把這個啟動表單這幾個字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按鈕裡面 把它改一下 OK 那如果你這邊的話按下它 應該就會跳出來 home點秀了 OK 但是呢 以後如果你要給人家填寫資料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有些人明明這邊有個啟動案 他找不到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 當你這個Excel打開的時候 那你就順便把它打開起來 順便啟動 所以如果你不是不只在這邊可以啟動 你就是把它存檔 當Excel打開的時候 它也自動啟動的話 程式該寫在哪裡呢 這個時候你就要想到一個叫事件驅動 Vidual Basic 請你找到那個你的專案 VBA Project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在這個專案的下面 會找到一個叫List Workbook的物件 這個List Workbook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這個工作簿 就是這個檔案的意思 這個Excel檔案呢 如果當它打開的時候 順便幫我把那個表單啟動起來 那你就是打開這個List Workbook 有沒有 然後呢上面有一班對不對 你會在List Workbook物件裡面 會有一個Workbook 這個就是這個工作簿物件 當它怎麼樣呢 發生一件事情什麼事呢 Open的時候 當這個工作簿被打開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請你寫在這裡 所以你就打一個什麼 Home.show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意思是說 當這個表單啟動的時候 也會順便把 當這個Excel打開的時候 也會把表單啟動 那也就是以後啦 當然不只是只有表單 以後如果說 你希望當那個Excel打開的時候 同時做什麼事情 就自動完成的話 你也可以把什麼 把程式寫在這裡 比如說你可能希望 一個什麼 你一個 一個輸入間 一個報表 一個什麼 反正就是 自動完成的話 你也可以把程式寫在這邊 是OK的 或者是說你不要把全部的程式寫在這邊 你可以用call的 比如說之前我們有寫個什麼 程式裡面比如說 框線好了 框線裡面比如說有什麼 加框線實線有沒有 如果你要以前是把程式寫在那邊 不過你現在可以不用寫在那邊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sub的名稱怎麼樣 把它複製起來 到這邊你可以用call的方法 call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把程式call到這邊 我可以呼叫他就好了 那他就會怎麼樣 當執行的時候 自動幫你把那個框線先畫好 這樣OK啦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這個額外說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 當你寫好程式之後的話 剛剛有一個啟動表單 那現在我希望呢 它是直接啟動的話 那我就把它關起來 儲存 我那檔案放哪裡 我再把它啟動一下 我那個範例 這個 邏輯裡面這個 剛剛存的 3129 OK 打開喔 看一下 自動啟動 當然它如果關掉的話 自己再從這邊啟動 OK 所以兩種啟動模式 我們就可以把它啟動起來 那再來的話 當然我會希望 讓使用者填資料 比如說填什麼 假設AAA這個人 Enter 它是幾分 Enter 它是 輸入三個乘機 當然呢 我按下新增 現在是不會work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按鈕裡面 沒有寫任何東西 所以它也不會work 但是我待會就是要寫一些東西 我希望按下這個按鈕之後做什麼 幫我把這個放這裡 這個放這裡 有沒有一個蘿蔔的坑 邏輯知道了 再來這四個是從輸入這邊過來的 OK 那但是會有三個是要自動產生的 就是平均成績幫他算完 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第二個 合格不合格 還有多重 三個要幫他做的 最好是怎麼樣 再貼心一點 就是當他已經輸入完畢之後 理論上這四個資料應該是不需要 所以就把它清空掉 有沒有 清空喔 然後呢 再更貼心一點 郵標再放他放回去 放到哪裡 放到姓名上面 因為他可能填完之後Enter 自動 感覺很棒 有沒有 如果你們有這樣的系統的話 每天他key資料就很順手 一直key Enter Enter 很棒對不對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也比較不容易做錯 不過這個可能 大概等一下來講一下那個程式 大概知道流程 可是怎麼做啦 也沒有那麼複雜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先試著啟動表單的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建立一個什麼 一個按鈕 就home.show 第二個是 找到那個我們 雖然看裡面有個叫this workbook 裡面有個叫workbook open 把程式寫在裡面就ok了 待會再來看 如果要把剛剛那些事情 通通做完的話 程式該如何撰寫 好 好